10月25日,九九重阳节,这一天也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与化升天1033周年的纪念日。 妈祖顾礼福建莆州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,海内外信众共襄盛举。 上午9时,在海内外妈祖静阳者的共同见证下,妈祖今生从梅州祖庙请殿起驾,开始绕近寻阳梅州岛。 数千名妈祖静阳者组成庞大的护驾团,一路护驾前行。 一路上,独具地方特色的镇头表演吸引众多民众驻足。 中午12点,妈祖今生住驾清浦澳海滩宝床造型的集台上。 下午3点,海祭妈祖大典正式开始。 古月齐名,雷古三通,礼炮分享,海螺长鸣。 主祭人,陪祭人按照祭祀行三桂九寇大礼。 主祭宣读著文,奉三县礼。 随后,主祭人及陪祭人行放生礼,以此祭奠妈祖。 来自各地的妈祖信众,共同参与同期平安。 就好像小时候妈妈带着我们回娘家的感觉,很亲切。 我们来这边请芬林妈祖回去拜以后,每年都来业主。 也有一种回到自己故乡的感觉。 比待这个疫情赶快结束了,那所有的台湾妈祖的进阳者, 能够赶快地回到我们自己的娘家,自己的家乡。 再来业主,再来朝拜。 对,就是回来更好的传承妈祖文化。 海鸡妈祖代代传承,延延继经, 是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, 体现了妈祖文化倡导感恩海洋, 善待海洋的和谐生态观。 海鸡一事后,妈祖今生继续绕境行程, 并将于10月26日回软。 每周妈祖祖庙,作为世界妈祖库庙的主题, 担忽着传承妈祖信俗,传播妈祖文化, 哄言妈祖精神的历史重乐, 在海南外广大妈祖经营中, 架齐了友谊与交流的小脸。 记者了解到,妈祖被称为海上守护神, 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有上万座妈祖风铃庙, 信众达3亿多人。 2009年,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